MING PAO CANADA 美国 在这一刻 中国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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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被问拜席会 能不能成 紧接登场的G20 很有可能就是拜登 习近平的会面契机 但其中选举的成绩单 但拜登表現不盡理想 跛腳的拜登 若跟習近平見面 還能談什麼 美中臺關係是拜習會的觀察重點 尤其下屆呼聲最高的眾議院議長 正是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錫 眾批中國間諜對美國帶來的巨大傷害 在對中政策上麥卡錫 鷹派的強硬作風 表態若本次選舉贏得眾院多數席次 將計畫成立中國特赦委員會 整合眾院各委員會的管轄職權 應對來自中國的各種挑戰 他曾經說過在他拿下過半的席次之後 共和黨會成立的調查小組 特別針對過去的所謂的COVID-19 中國是不是源頭的部分再進行調查 甚至也會調查中國在所謂的晶片 各項晶片的專利上面 是不是有竊取美國的專利的部分 換句話說 這個成立共和黨拿下過半席次之後 會成立的中國委員會 或是中國小組當然會對中國會採取更加強硬的態度 對於中美之間的關係 恐怕它不會是朝友善的方向前進 從他對於烏克蘭的援助 他認為說不能讓台東有個空白的支票 那未來是不是在台灣的援助上面 或者軍援方面 像過去看到台灣政策法說要貸款給台灣也好 或者說得算是援助了 台灣武器 他們還願不願意這麼做 我覺得這是值得觀察的部分 台灣政策法今年九月由參議院通過 目前版本的重點條文包括 建議將台灣在美國的外交單位 從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改名為 台灣代表處 在台灣主權問題上更主張 美國認為聯合國第二七五八號決議 需要更多澄清 反之中國在國際上的宣傳 在貿易方面要求台美貿易 繼投資架構談判持續進行 國防上要求每年檢視台海危機爆發風險 提出對台灣的防禦報告 並成立援助計畫 美國其中選舉後 若共和黨取得多數優勢 學者認為共和黨在提出 台灣政策法新的版本中 可能就會加入更強勢且有爭議性的條款 來逼迫民主黨在抗中政策上表態 但這對台灣來說 台海情勢也勢必產生變化 我們可能也要觀察的是 共和黨或許也會加注一些 條件式的條款 所謂的條件式的條款 譬如說要求台灣加強自我防衛的能力 甚至是設定了一些目標 讓台灣去達成 譬如說真兵要恢復到多少的 多少的這個訓練的年限 或者甚至是提到說 台灣的國防預算要達到多少 這些對台灣來說 當然是強化台灣的自我防衛力量 但是同時 台灣如果覺得是可以配合的 代表的可能也是 釋出一個台海之間更加緊張的 這樣的一個氣氛 共和黨是兩面人 一方面他們傳統上蠻反共的 就是對大陸也沒有什麼好感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們也不願意介入太多海外的 這種軍事的行動 那他們對於像拜登所講的 這個臺海發生衝突的時候 會用採取軍事行動來支持這個態度 我不認為會持續 跛腳的拜登與鞏固權力中心的習近平 若其中選舉後再次碰面 美中臺三方將沒有人是局外人 近新聞 許北珍 陳月威採訪報導